那個是正確的 通常如果有打擊樂器會選擇一個過門 你這樣講好像有感覺 有啊真的啊真的啊 對啊沒錯 伴奏琴裡面的音色也是這樣的對不對 葉宇峻彈吉他 我是葉宇峻 今天我們歡迎佳恩 嗨大家好我是佳恩 佳恩主要是彈爵士風格為主的 差不多 優秀的樂手 那我們也有一起在同一個樂團店 Play 那同時你也是Hoster 對 Jazz Head Jazz Head 而且Jazz Head跟我這裡超級近 超級近 我是走路來錄葉宇峻彈吉他 Jazz Head主要都在做些什麼事呢 Jazz Head是台中呢 現在可以說是就是專門推廣學士音樂的話 算一個唯一的基地 因為有些人講到Jazz Head會說 我是不是一個酒吧 或者是一個專門的展演空間 或者說是不是一個音樂教室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說 他都有點像 但是都不太算是 會覺得說我們那裡的型態 比較像是推廣性質居多 所以我們在做什麼呢 我們當然就是做一些推廣活動 譬如說 如果有朋友要來表演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台北的認識的爵士樂手 有時候他們來中南部Touring的時候 就會問一下我們 有沒有辦法拍檔期這樣 還有就是我一直很想要做就是台中 在地的爵士聲音 爵士聲音 這個想法其實蠻好玩的 因為其實台北有他們自己的爵士的聲音 還有他們的一個環境 他們都已經發展蠻久了 我覺得台中也可以弄一個對不對 對就是我們如果有自己習慣的 我們比較喜歡的風格 其實大家可以去發展 然後我們也有豐沛樂手的資源 然後我覺得我們也可以弄像 就是紐約有紐約爵士 然後加州有加州爵士那種感覺 我覺得蠻多元的 蠻喜歡的 哇酷耶 我看到你Jazz Head裡面有收藏很多的黑膠唱片 對 這個也蠻特別的 對對對 而且那個客人來就是一般 因為收藏嘛 收藏就是每片都是精選的 所以他就是來看 然後就是看這個有沒有賣 我說不行不行 這個沒有賣 所以你個人的收藏這樣 對對對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到 對來找我聽音樂 邀請到佳恩的話呢 希望佳恩也來為我們介紹一下 吉他這個樂器 在爵士樂當中 辦理什麼樣的角色 有一個最常聽到吉他配器的樂風 也就是Bassanova 嗯 對 那可以請 佳恩為我們介紹一下 Bassar的簡單的歷史嗎 嗯好 Bassanova其實跟爵士樂蠻有關係的 它的發源地是巴西 巴西他們本來的傳統音樂 還有他們所有的節奏 就是形式都非常的複雜 不但複雜 而且他們的就是支線 那個樹狀圖非常的可怕 就是很多種 很多 像我在研究的時候 有很多長得很像節奏 可是叫不同的名字 對 這是最困擾我的地方 我會覺得就是要知道 哪一種樂風之間的差別 其實真的蠻難的 你可能要跟當地人玩過 可能比較懂 那Bassanova是什麼呢 Bassanova是大概在 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 Cool Jazz在美國發展 Cool Jazz就是一種 大家可能知道 Chad Becker Snegan 這種比較聲音輕柔的管樂手 然後可能還會唱歌 就是這種比較軟性 然後比較聲音比較 不那麼刺激 不那麼辣的一個爵士樂 那時候在美國生成 然後這個音樂呢 它後來有流傳到巴西去 巴西那個地方 因為他們在文化上 是屬於比較多元的 因為他們以前一直有外來政權 他們文化部長就說 那我們不要去反抗他 我們就吸收 吸收變我們自己 所以他之後聽到 Cool Jazz覺得很酷 然後覺得很好聽 就覺得 我們為什麼節奏都一定要那麼激烈 對 所以我們就弄一個東西 叫做Bassanova Bassanova的意思 那個他們的語言裡面 他們就叫做 The New Beat 就是新的節奏 所以算是他們當時一個新的樂風 對 最好笑的是 新的節奏代表是最簡單的節奏 傳統就是超難的 我們要反一個邏輯 對不對 我原本傳統太難了 我們就做一個新的 新的就是很簡單 我們介紹一下就是 吉他 在所謂的Bassanova這種風格中 彈奏的 有沒有一個主要的律動 或是說彈奏的一個特徵重點 彈奏上的話就是 它在E3拍上的 對對拍其實蠻重要的 有一種是兩小節的Pattern 有一種是一小節的Pattern 有一種是一小節的Pattern 一小節的Pattern 在台灣比較少聽到人彈 可是它其實蠻簡單的 它是有點像這樣子 1 2 3 4 可以為我們講解一下剛剛的這個 注意的彈奏重點 你就把你的手想成是 大拇指是Bass手 大拇指是Bass手 對 其他手指是吉他手 OK 然後吉他手都在反拍 然後大拇指要彈真炮 OK 所以重點就是大拇指正拍 其他手彈反拍 對 所以Bass在正拍 對 和弦的Counting在反拍 對大部分 這個是一語道破 對 一語破解 很麻煩的是 吉他手要搶拍 它是要先彈 我剛剛聽到你有一個Pick Up 對 那個是正確的 通常如果有打擊樂器 會先做一個過門 你這樣講好像有感覺 有啊真的啊真的啊 對啊沒錯 伴奏琴裡面的音色也是這樣的 第二個組合是 什麼樣子的狀態 第二個組合就是 有一次在銀隊裡面 遇到國外老師的時候 他們有講的一個東西 就是 一開始在台灣 學Bass Nova的時候 大家都是彈這樣子 對我到時候就彈這樣 然後老師說 你可不可以第一拍都要有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剛剛有做一個搶拍 對就是有點像是 這個東西 我的T123全部都是在 反拍 他們覺得這樣子 不是太正統 那比較正統彈法是怎麼樣 他就是說 你就只要 Bass手的部分 在正排出現就好了 嗯 所以我不論我的吉他手 怎麼搶拍 或是怎麼去彈 反正我的大拇指 就是一定要在 1 2 3 4 1 2 3 4 這個和聲出現的地方 必須要有 有大拇指 對 才變成這樣子 對 除了像這種結尾就是有一個有一個精細的時候才可以做特殊的拍照 所以重點就是Bass還是要keep在正的位置上 就是我現在如果把Bass拆掉的話 剛剛的東西是不是 然後他們就會說這個東西可能會符合某一個Clave 對 Clave就是巴西算拍的方式 應該講南美洲包括像古巴地區 他們都會有這個詞 叫做Clave Clave的意思是鑰匙的意思 Clave就是節奏的鑰匙 所以他們算拍不會像我們一樣 是1 2 3 4 他是 然後就進去了 對 所以他們會說 我這個Paget是照著那個Clave做的 Clave有點像是貼著節奏樂器在做的一個角色 那Bass讓他在擋 對 所以他其實也是一個節奏為領導的 伴奏設計 對 很開心台中有Jazz Head這個地方 那可以請家英為我們介紹一下 Jazz Head現在有沒有什麼常態性的一些活動 如果是表演 這種比較不定期的東西的話 會辦在禮拜六晚上 就看我們的粉絲專頁 然後就可以知道我們有什麼活動 常態性的話我們目前有兩個 一個是辦在週一的晚上 Blue Monday 對 然後大家很不爽的時候 然後晚上來Jazz Head放鬆一下 好這個活動叫做吉他小聚 就是for所有的樂器都可以來 前半段的活動大概一個小時 事先介紹那個禮拜的主題 會一些聽音樂 然後講一些小故事 第二個小時的時候大家就可以 就是我Jazz Head一首剛剛講過的歌 這樣 所以很好玩 其實很好玩 月底的週一晚上會有一個Jazz Head 那重點是為了這個Jazz Head 也知道很多朋友可能想Jazz 可是人不知道怎麼踏出第一步 對 因為Jazz Head是蠻可怕的 就是你想要參加第一次 會有一個嚇呆這樣子 Jazz Head的歌單的屏幕 會預先在你的粉絲專頁 對 會 公布給大家 沒錯沒錯 歌單我們會選一些 在週六下午 兩點到三點半 講就是從節奏的角度 去把Jazz Standards 就是這些經典曲把它練熟這樣子 這個活動門檻是不高的 就算沒帶樂器來還是可以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唱歌 喔 對 我們的歌聲就是我們的樂器 對 身體就是打擊樂器 對 沒錯 用嘴巴也是可以Jazz 太不正經了 非常的謝謝Jazz Head來參加我們的 葉宇峻和吉他 我們兩個呢 同一個樂團 Nikavia Group 在今年10月18號的晚上 在台中爵士音樂街也有演出 歡迎各位喜歡爵士樂的朋友 一起來參加我們的演出活動喔 好 那葉宇峻台吉他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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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詞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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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th